又到了樱花盛开的时节 之前在樱花季拍樱花 树上花几花 树下人几人 今年就不出门挤了 要把樱花放进杯子里 我买的是一整罐的盐字樱花 放进水里洗去盐分 抖一抖 花瓣就会散开 把洗掉盐分的樱花亮起来 再切点金橘片 接下来金橘片 我是和棉花糖一起进炉烘烤的 其他还有许多适合热食的水果 如果大家感兴趣 就在弹幕上扣个1告诉我吧 我会出一期视频讲讲热食水果的创意吃法 棉花糖出炉以后会迅速坍缩 趁热把盐字樱花和金橘片摁进去 静置放凉 非常春天的棉花糖小饼干就做好了 冷却以后的棉花糖小饼干 外面是酥脆的 而中间还会拉丝 尤其是配上盐字樱花 鲜鲜甜甜的 非常棒哦 把泡好的樱花放进冰格里动起来 用球形的模具颜值会更高 将樱花冰球放入杯中 倒入柠檬味的苏打水 用勺子引流 在顶上倒入黑咖啡叶 最后再放上一节迷迭香 是不是颜值超级高的 动情冰块里的樱花 似乎将那段美好的春日时光 也一同装进了这小小的杯子里 花开虽有时节 可做成食物的香气 却可以跨越空间和时间 春来到了 一起去花边 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